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咱们村里有能人系列节目 中央电视台2009年春季联欢晚会上 有两位歌手特别引人注目 这两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一位是重粮大户马广福 一位是养牛高手刘仁喜 他们俩不光是农活干的好 在现场与歌唱家标起歌来 那也是毫不含糊 特别是刘仁喜 在现场还用意大利文演唱了歌剧 图兰朵中的选段 今夜无人入睡 相信大家都想知道 这个刘仁喜是如何一边养牛 一边把自己练成男高音的呢 一夜成名之后 他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就去了一趟刘仁喜家 在走进他家之前 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 他在春晚上的精彩表现吧 这位穿着红色旁装的 就是刘仁喜 他一亮嗓子 就把全场的人都给震住了 谁也不曾想到 因为整天与奶牛打交道的 地地道道的农民 竟然能把西洋的歌剧 演绎得这么好 刘仁喜的家在辽宁省大连市 里顺口区的大新村 一进村 顺着这洪亮的恋声的声音 准能找到他 因为这是刘仁喜十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我42岁学唱歌了 那我42岁开始唱歌的话 我只能用世界去干 我一天我都练 我练了八个小时 我练了七个小时 刘仁喜今年57岁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进入不惑之年后的他 才又突然想起来练习唱歌呢 老刘说 其实啊 他从小就喜欢唱歌 年轻的时候 也学过一些简单的吹拉弹唱 但是由于早些年 家里的负担重 使得他只能把这份爱好 埋藏在心里 幸福的日子 要怎样才能得到呢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 思想活跃的刘仁喜 就开始养奶牛 还承包了村子里的苹果园 靠着勤劳的双手 他们家的日子 一天天地复养起来了 在果园上管理上呢 在吃的还是挺高的把手 养奶牛养什么样的 奶牛养也挺好 而且它能帮助 带动其他的养牛妇 一年发生这么说吧 十万八万我们做事的 没有问题 不能说这个 敬机上来 音这个歌声也上来 就是 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吧 圣光好了 说四十二岁那年 就感觉的咔嚓声就响下 就响下 我就唱歌 说这怎么样唱着 刘仁喜这咔嚓一下子不要紧 乡亲们有意见了 是议论纷纷的 都说老刘这是怎么了 这一惊一诈的唱着是赌出啊 他就连嗓子说 我有时候我也能听着他 他在后边住 我家在前面我都没听着 唱 祖林有时候都觉 天天就说他就是干什么 关于唱歌 这村民们不理解倒罢了 妻子唐书娟也是有一肚子的怨言 就这么大厕所唱什么 穷乐 一般的搞街道就说是不正业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不正业 我活也干 赶快休息一次 我就没躺着睡觉 我就不念 我就练唱歌 这各说各的理 其实啊 让乡亲们弄不懂的是 你老刘唱歌就好好唱呗 整天嗷嗷的 哪像是他唱歌啊 绕民也差不多 天天这嗷嗷嗷 您能嗷出天吗 哎呀 结果就是造影 人家属于造影 有时候那小孩走一眼前 哦 trainings 哈哈哈哈哈 哎呀 那么大碎 acord 唱什么东西 唱还能唱出来啊 哎呀 嫌尝干什么 嫌的不会感点糊 干什么都不好 也难怪乡亲们说的 有人喜成天这一一压压的 你啊还真得跟乡亲们解释一下 你这样整是为了啥 对唱歌的地方 我就信呢 还有个罪求 要唱好一点 虽然是个农民 叫他们听起来唱 他有点专业味道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专业的水准呢 有人喜出了四处找老师 寻求指导外 还自己发明了一个 独特的炼生方法 老刘说了 很有效 那么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方法呢 你哪大把石压肚啊 弄这个 大石妹不三四十七人 有人喜啊 有人喜 你可要小心点 三十多斤的石头压在肚子上 能行吗 咱想出这个办法 学校它是没有 这都是资格 找个动作 图办法 它就试试 强制它 看那个淡天 啊啊啊啊啊啊 这么厉害 就给它躺 你听过吗 行 所以说我唱高音 现在我就唱十个海戏 它那个声音 它都就连续喊了 到海戏 它嗓不得哑 哎 老刘 你这弹钢琴 又是跟谁学的 还真有点模样 原来啊 为了练好歌 有人喜硬是缠着儿子 叫他弹钢琴 就是他那艺力 非常打动我 就是像年轻人的啊 他十八九岁二十岁 他记性 因为大家还有活 这个干完活呢 才能瞅出这个世界 完了才能去学 钢琴也学会弹了 嗓音也打开了 这个时候 一向都很支持 他的亲子 唐淑娟 突然不乐意了 用他的话说呀 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开始分剧了 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你睡康 我睡床 要不是你影响我 他怎么 他晚上 不一定 什么时候 想起来 我就哼 什么时候想起来 我就唱 我也怕 半夜五更 就你心了 就已经怎么 哪来的 比我呢 你到那 有时候就瞧上 就小的洞 给你练 从此的刘仁锡 收敛了很多 但是 他也从不放过 任何能练习 唱歌的机会 你看看 这一边洗牛奶 一边还没忘记唱歌呢 真是两不悟啊 经过琴学苦练 加上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的流人喜 在歌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像一朵雪花 天上爱 总想飘去你的情怀 可是这唱着唱着 他还是对自己不是太满意 难道他还有什么新想法吗 说心里话 我就是有个标准 世界由善大脑口 中国这个农民 我不服那些 中国农民 就上不去了 他唱着搞音 我就练 我练 有时候我想一听 我这个声音像不像那个帕洛基的高音 那么有点 有点 这唱着唱着 流人喜竟然唱起了意大利的经典歌剧 这爱听还真是有模有样的 我都要问问老刘了 难道你真会意大利语吗 意大利文我也不识法 就能中国那个字 马上带 你看 这都汉字 都是汉字表 全部都是汉字表 上面是他意大利文 这个是意大利文 对 原来啊 刘仁喜是先让会意大利语的老师 帮他用汉字 标出歌词 都该发什么样的音 然后他再一遍遍的去模仿着练 帮我弄 一首歌呢 没有个恰巴不变不行 这首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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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 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精神 有人起从42岁开始练习唱歌 并且意义坚持就是十多年 慢慢的他的名声大了起来 一位普通农民会唱经典的意大利歌剧 这消息传出以后 周围十里八村的 有什么活动都愿意请他去唱一唱 老刘呢也从不拒绝 2008年的10月15日中午 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让刘仁喜的生活掀起了波澜 原来啊 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组 邀请他去北京 绑合之后我们接着看刘仁喜的故事 会唱经典意大利歌剧的刘仁喜 在他的老家旅顺口是有了一点名气了 但是能得到央视星光大道栏目组的邀请 这事他还是连想都没敢想过 刘仁喜的好梦 在星光大道上拿到了越赛冠军以后 他又被春晚的导演看上了 邀请他参加200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要和著名歌唱家同台演出 他能行吗 我说这次赶着好 这些好事 咱农民唱那个歌 怎么和那个那个 其实歌唱家比一比 看看就又怎么样 我得上台的时候 吕叶红特舞的后期改革 没有问题 有没有想到唱歌唱唱唱唱 唱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 说实在话 走到这个舞台 我像做梦一样 做梦一样 有个事我得给二位说清楚 你看今天我们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 所有的歌唱演员 都是现场演唱的 你们二位到这来 当然也不能例外 现场演唱怎么样 要不现场我们就不过来了 对对对 如果我们现场唱就不来了 这份自豪这份自信 你一天不能代表你永远 你一天 也就是说 回报下 我在这几年当中 我练这曲表情成功 刘仁喜始终清楚的知道 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农民 在接下来参加开心词典的节目中 面对王小鸭的提问 刘仁喜又表现得怎么样呢 来请听题 成语清皇不接中的皇室纸 A 未成熟的庄稼 B 已成熟的庄稼 这个题难不倒您 B 已经成熟的庄稼 已经成熟的庄稼 就是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参加了几个节目 刘仁喜从北京回到了家 乡亲们是敲锣打鼓来欢迎她 看来啊 乡亲们这次 算是真正认清了 自己身边的刘仁喜了 大伙都一乱纷纷 咱次出的这个大明星 刘仁喜家那个是 这个 没什么唱法 他这个嗓意的好 特别是唱那个 意大利歌曲啊 我都没想到 他唱那么好 牛也 那个 羊也好 歌唱的也好 主要就是个执着 就是执着 哎呀他把他唱哪会儿歌的好听 我要把你明记 在心头 明记 也在心头 刘仁喜上了中华以后 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 也是我们旅渗口区 农民的光荣 他反映了我们 旅渗农民的精神风貌 你看啊 这刘仁喜的身上 反映出了新时期 广大农民朋友的乐观 坚持和追求 在离开刘仁喜家之前呢 我们的记者问他 现在还有什么新的愿望 他说 等时机成熟了 他很想举办一场个人音乐会 现场要由专业乐团来伴奏 我们祝愿刘仁喜 早日实现他的新梦想 好了 明天呢 请您继续关注 咱们村里有能人系列节目 明天要说的是 民间孔雀舞王 约相 他是一位普通农民 却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是一个民间艺人 40年入一日 从孔雀身上 研习孔雀舞 我是偷牌一些 这个孔雀的动物 他就是民间孔雀舞王 约相师父 敬请关注 民间孔雀舞王 约相